大家好,我是少年 你有过网恋吗? 有没有在网上与一星聊点秀达达的话题呢? 今天带你们看一部男生女神聊骚聊出火花的爱情电影 我的PS搭档 秀泽是一位屌丝 自从和前女友分手后 他心心念念的都是他的前女友 有一天晚上 他意外的接到了一通电话 里面的声音充满了诱惑 让本事昏昏欲睡的秀泽一下子清醒了过来 于是 按照电话里的节奏已经抖动了起来 完事后 秀泽却突然担心这电话是诈骗的 急忙询问这次服务需要多少钱 这样打电话过来的秦雅非常意外 原来她打错电话了 这次的对话原本是想刺激一下蓝佑的 因为秦雅的蓝佑就像一个鱼目一样 对她一点兴趣都没有 如果不是兴趣像正常 秦雅甚至怀疑蓝佑是一位gay 但她并不是 之所以对秦雅如此冷淡 那是因为她出轨了 秦雅的工作是内衣设计师 反观秀泽是一位小歌手 并且工作很不顺利 因为她满脑子都还是前女友的声音 毕竟当初分手的原因 是前女友看不起自己目前的状况 毕竟还没有成名的歌手 又会有多少存款 两人因此大吵了一架 也导致了分手 在生活的压力下 秦泽也明白了前女友的用心良苦 赚不到钱的工作 能叫工作吗 越想越憋屈的秦泽在喝完酒后 就想找人发泄一下自己的内心 可手机里貌似没有想听自己点刀的朋友 于是秦泽打给了秦雅 两人刚接电话就一声对骂 但骂着骂着 两人竟然感觉相见很晚 而此时的秦泽也已经躺到了床上 随着电话的内容一步一步的深入 两人又通过电话进行了一次神交 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他们的关系越来越近 毕竟秦泽思念着前女友 而秦雅也同样在抱怨些男友 两人也彼此默认了这种异样的关系 可在秦泽提出见面的时候 秦雅却拒绝了 她还没有勇气面对这份感情 在一场饭局上 秦雅看到了兰佑的小情人 她愤怒地指出了两人的坚情 她此刻非常的生气 但这一切都是她的幻想而已 她依着老实地坐在兰佑身边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她好憋屈啊 而秦泽此时也很倒霉 在电影院看面的时候 却撞到了前女友和她的前男友 秦泽和秦雅只要一有人伤心 两人就会互相联系对方 但这一次联系却出了意外 因为他们竟然撞见了对方 随后两人就出现在了酒店里 既然缘分到了 一切就顺其自然吧 从此之后 两人的联系越来越多 一次秦泽遇到了前女友 两人坐下来聊了一小伙 但这一次对话 秦泽却被前女友给打击到了 因为女友嫌大太小了 这种打击对于男人来说是非常的大 好在秦泽还有秦雅 这段时间秦雅都陪着秦泽 她听了秦泽的音乐后觉得非常的棒 被人认可的感觉是非常的好 这一个开始秦泽觉得自己真的爱上了秦雅 但两人并没在一起 只因为秦雅看到了秦泽与前女友在一起了 最后秦雅还是跟男友选择的结婚 得知了这件事的秦泽便跟姬友决定去旅游三三星 但是在准备出发时 秦泽坐不住了 她赶到了婚礼现场 用一首歌 让整个婚礼乱成了一团 但这首歌却让秦雅哭了 可他们依旧没有在一起 没有理由 时间过了很久很久 秦雅成了著名的设计师 而秦泽也成了著名的歌手 在一次电台做嘉宾的时候 秦雅打来了电话 当年在婚礼上出现的那首歌 再次浮现 爱我吗 爱 这部爱情电影的内容有点小低俗 但是它的甜 没有人会否认 有人会说这部电影是提倡他能出轨 那你错了 什么事情都有因有果 错 难道在秦雅身上吗 有时候缘分就是那么爱捉龙人 当你开始爱我的时候 不好意思 我已经不爱你了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 我是少年 请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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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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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